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10月27号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是朱凤志 新闻焦点先来带您看到世界卫生组织所展开的全球团结试验疫苗计划 昨天宣布入选的两款疫苗名单 其中一款就是国产勾端疫苗 后续将会在三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三期试验 这一项重大讯息也让高端相当振奋 表示将会持续努力进行临床试验和国际布局认证 加速全球疫苗接种覆盖率刻不容缓 WHO的官网上26号晚间公告最新声明 正式宣布和哥伦比亚、玛丽以及菲律宾卫生部 共同启动全球团结试验疫苗 已经从20款疫苗中优先找出两款前景可期的疫苗 包括美国伊诺维奥制药公司的DNA疫苗 以及高端蛋白质次单元疫苗 将会在哥伦比亚、玛丽和菲律宾三州三国 进行大规模三期试验 获选为世卫团结试验疫苗 高端随后也发表重讯证实 另外也对未来一时无法赴美的国人 表示奏程不变深感遗憾 因为美国今日已经宣布 11月8号入境美国的旅客 都要完整接种WHO或者是美国FDA所核准的疫苗 高端目前也赶不上这一波明灯 其实外交部在今年九月起就已经积极向美方了解 这些新的入境措施 那所以我们的外交部跟我们卫福部也都 都持续的透过管道跟美方沟通 就是争取将高端纳入这个美方的疫苗清单 政府向高端采购五百万剂新冠肺炎疫苗 截至十月二十四号打了一百三十六点七万剂 库存八十六点四万剂 依照合约还有两百多万剂将会交货 有鉴于高端近期接种量都不高 可能会打不完 解惠中心考虑送给取得EUA国家 我想这个外交单位持续在沟通中 WHO所主导的团结试验疫苗 是一个跨国的临床试验平台 来自全球的科学家和专家 组成独立疫苗优先次序咨询小组 快速评估新候选疫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目前高端也正在巴拉圭进行 新冠疫苗第三期临床试验 统计到本月二十后 有近百名受试者完成了第一剂施打 记者朱峰之中健康 综合报道 国内新冠肺炎疫情 指挥中心宣布本土再次加龄 但是新增了四例境外移入确诊 而日本也再次宣布要捐赠三十万剂的AZ疫苗 预估今天就会抵达台湾 另外长辈 施打疫苗面临到停滞的阶段 指挥中心研拟要在捷運站设立接种诊 更思考要用初奖来增加长辈施打的诱营 国内新冠疫情稳定二十六号没有本土 确定病例及死亡个案 但指挥中心说 新增四例境外移入个案 分别来自美国菲律宾 英国及印尼 其中一人为突破性感染 指挥中心宣布增加 加开放二十六号中午十二点前三十岁以上 已经意愿登记BNT疫苗民众可预约接种第一剂 预约的时间是二十六号下午四点到二十七号 中午十二点 另外再加开十月十三号中午前 意愿登记 且七月三十一号到八月六号 已经接种AZ第一剂的四十一岁以上 民众可预约接种第二剂的AZ 目前国内疫苗人口涵盖率是百分之六十八点七三 但七十五岁以上民众的第一剂疫苗覆盖率一直停在七成 面临停滞的阶段 指挥中心 你在捷运设接种站也思考抽奖当诱因 而外界关注接种站是否因为第十三轮开放AZ 混打BNT疫苗出现气打潮 指挥中心表示 第二轮AZ第二剂开打五天来 报道率预九成 没有看到气打潮 而日本政府也在宣布将在捐赠三十万AZ疫苗 预计将在二十七号运抵台湾 这也是日本政府第六度捐赠台湾疫苗 捐赠疫苗总数将超过四百二十万剂 记者我有陈信龙 黄梓杰 沈丽峰推报道 因为疫情 四大公投案 反莱猪 早交公投榜大选 还有重启核四 延后到十二月十八号举行 如果公投过关的话 将会对民进党政府 带来莫大的压力 随府院党规划要正面迎战 第一场公投座谈传出会由总统蔡英文来亲上火线 而同时 蓝营也同样进入备战状态 最快会在这个礼拜就会展开第一场的宣讲 同时他们也宣布要夜宿开到四十九天 牵涉到国家当前重大政策和制度的四大公投 因为疫情延后到十二月十八号举行 目前距离投票日剩不到两个月 台湾民意基金会公布最新民调 如果明天投票 反莱猪公投 有高达六成以上的同意票 早交公投和公投榜大选 还有重启核四公投 通通会过关 对民进党政府而言压力不在话下 府院党将正面迎战 传出首场公投座谈会 就由总统蔡英文亲上火线 政府要出来清清楚楚向人民报告 政府为你做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 总统会努力 我也会带着整个团队到各地向人民报告 经济部的立场 在我们行政机关 我们就是努力让这些客观事实 让大家了解 那我想职位不职位 这个都是长官决定 这个不是我的重点 一言再演的白场公投座谈会 民进党预计三十号启动 首场地点传出在早交对决的桃源 民进党最快二十七号确认 身兼党主席的蔡英文 也将率先对公投表态 党内立委更是以选区划分责任区 进入备战状态 国民党你要诉诸民意 来跟执政党来做一个对决 那我们当然要也直接的 跟民众来做一个对话 那这个部分就考验 每一个政党他动员的时候 说诉诸民意大家的论述 民众到底有没有办法接受的问题 成立这个公投这个小组 那今天也会再召开会议 国民党采取的方法也是一样 就是苏贞昂院长不是说 他们要下去宣讲吗 事实上我们也准备安排 这个下乡巡回的宣讲 陈波维罢免案通过 国民党趁胜追击 国民党中央二十六号召开 公投小组会议 党主席朱立伦将在三十号 全代会宣示 全民公投行动适时启动 最快这个周日 就会展开第一场宣讲活动 并且宣布将夜宿开到四十九天 立平公投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 关心天气 先看到第二十号 轻度台风玛瑙 离台湾还有一千九百公里远 而且持续朝着日本东方海面前进 对台湾的天气 没有直接影响 今年的天气 主要还是持续受到了 东北风的影响 早晚比较凉 白天高温方面 桃园以北还有宜兰花莲 大约是二十四到二十六度 其他地方二十七到三十度 感受上会比较温暖舒适 至于在降雨的范围 主要在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 还有东半部 会有局部短暂雨 其他地方则为多云道晴的天气 中午过后 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 也会有局部短暂暂雨的情形 另外桃园到云林 东南部包含蓝雨 绿岛 恒春半岛沿海空旷地区 以及离岛澎湖金门 容易会有较强阵风 沿海的风浪比较大 请在这些地区的民众 要多加注意安全 同样也是天气 还有气候的相关议题 联合国气候峰会 三十一号将会在英国 格拉斯哥登场 德国看守协会在会前 公布了一项最新气候风险指数排名 从2000年到2019年 最受极端气候冲击的国家 是波多黎各还有缅甸 台湾则是排名36名 马路变水路 房屋被以为平地 2017年飓风玛利亚横扫 波多黎各 造成2975人丧生 2008年热带气旋 纳吉斯肆虐缅甸 山口爆发 酿成近14万人失踪与死亡 德国看守协会公布 2021气候风险指数 2000至2019年 因极端气候受创最重的前两国 就是波多黎各与缅甸 台湾则排名36 不满极端气候危机全球 各国不采取有效作为 25号西班牙马德里 有民众上街抗议 全球因应且有变迁层级最高的 联合国气候峰会Cup 26 31号即将在英国格拉斯哥举行 摄影人士几乎赶快行动 除积极减碳 面对天灾频传的气候紧急状态 贫穷国家根本没钱推动 减灾的调试策略 Cup 26大会主席 英国商业能源及工业战略部长 夏马明确表示 富裕国家要出资 一千亿美元将于2023年到位 原本去年要达成募资千亿美元 但进度落后要再等两年 Cup 26是2015年巴黎协定签署后 规模最大的气候会议 能否推进减排目标 控制升温在摄氏1.5度 此次大会主席夏马坦言 难度比巴黎峰会还高 记者们陈昌维综合报道 来看今天各大报的重点新闻 首先是自由时报 根据内政部最新的户籍统计 到今年9月底 台北市加户数不增反减 已经减少了超过3600户 是1991年由统计以来的近30年首度衰退 其余五都则是持续增加 以桃园市增加13975户最多 中国时报继续来看到 两岸对峙气氛转趋严峻 三军密集提出了多项庞大军事采购案 根据111年度国防部所属单位预算案 有17项超过百亿元的大型军事投资建案 总经费8428亿余元 如果再加上了新购战机 还有海空战力提升计划等两项特别的预算 以及隐于精密预算的军购案 军事投资案已经破了兆元大关 联合报来看到华尔街日报报导 美国军事参谋以及行政官员 担心中国大陆武力攻占台湾 而且其中很少人会认为 台湾军队能够抵挡解放军 最迫切的问题在于台湾一南 还有后备部队准备不足 士气不振 国防部长邱国正喊话 对国军有信心 绝对不是草莓兵 法务部和脸书等多家公司 在多年前就有签协议 如果是为了办案需求的话 可以调取资料 不过有检察官就指出 近期有多起涉及国安法的案件 这些涉案人士大多都是用 中国通讯软体 WeChat联系 除了业者在台湾没有据点之外 中方也不会给予协助 增加了不少办案的难度 国防部军情局特意上校 张超然等人被控遭到 中共吸收加入共谍组织 遭检方起诉 新党青年军王秉中 则被控和中国男子 周鸿旭共谋在台发展 中共组织 一审认定检方举证不足 判决无罪 检方上诉后 高院仍在审理 近期多起涉及国安法的案件 就被查出 疑似是利用中国通讯软体 WeChat与中国人士联系 WeChat的微信公司 在台湾它本身没有设点 如果说要直接跟中国那边的公司 直接去联系 这是一个困难 那再来就是说 如果两岸之间的这个政府之间 又没有办法就这一边 打在一个协商 那就等于没有任何的联络管道 检方表示WeChat的母公司 在中国台湾没有设点 欠缺在台联络管道 即使联系中国平台业者 对方也没有意愿 及法律义务提供协助 只能透过搜索等手段 取得涉案人通讯设备 谈言增加搜证办案难度 法务部长蔡英祥指出 对于加密软体增加 侦查困难会尽量克服 虽然NCC日前 引领数位通讯传播法草案 纳管通讯平台 不过还是无法包含WeChat NCC强调 速通法草案基于犯罪侦查 可以要求业者提供通联记录 不过目前从落地登记的公司等方向进行 因此即使草案通过WeChat 也难以管制 至于法务部拟定的科技侦查法草案 让检方能够以相当手段进行犯罪侦查 但涉及侵害民众隐私等争议 如何规范 人在讨论 高铁延伸移兰计划 从原先规划的四案新增为六案 交通部长王国才表示 不管是宜兰高铁站址 还是高铁南沿屏东站址六块错 未来如果有新技术的话 环岛高铁不是梦 行政院长苏贤昌也宣布 未来还会延伸到潮州 高铁延伸宜兰计划选址卡关 从四案变六案 引发地方人士批评 决策越来越混乱 并质疑背后有政治大佬黑手伸进来 是政治凌驾专业的结果 王国才上午接受媒体专访澄清 其实在新增两案是修正案 不是额外新增的两个地点 是宜兰要到罗东铁路高架 事实上中间它有叫川塘城 宜兰的市区会形成一个三十公尺 在九层罗的 王国才表示高铁宜兰站设置 还会考虑一个因素 就是能不能延伸 他说高铁南沿屏东 站值选载六块错 就是考量可以再延伸 目前高铁规划南沿 以及延伸宜兰 另外花东双轨化进度 也正在准备新建中 已经完成三分之一 王国才说高铁环岛不是梦 至于高铁延伸到屏东 目前已经确定在六块错设站 但有立委咨询行政院长苏贞昌 认为六块错前不着春后不着电 根本没有观光客会去 苏贞昌回应还会再延伸 另外外界质疑高铁延伸宜兰计划 直接跳过可行性评估就做综合规划研究 不符合行政程序 王国才澄清主要是可行性评估 等于从零开始 恐怕公旗是遥遥无奇 因此请顾问公司规划并行 一起做强调审查过程 一样严谨 记者黄柳张国梁台北报道 振兴五被劝上路 高雄凤山区出现了国内首起 未造振兴券遭到起诉的案件 一名男子拿着彩色影印的200元振兴券 前往牛排馆用签 结果在结匠的时候就被抓包了 他坦诚犯行 但也变称自己有轻度智能障碍 家里经济又不好 所以才会动歪脑筋 但是检方认为 男子当时有预备现金 以便被发现的时候可以应对 便是行为有没有违法的能力 应该没有受到影响 所以依法起诉 这名男子将会面临到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没有办法还起诉 国内疫情缺缓 婚宴防疫规则松绑 不少新人担心婚宴被拖延 决定要抢在农历过年之前 完成终身大事 不过婚宴的规模已有缩小的趋势 新冠肺炎爆发的这一年多来 许多打算结婚的新人们要穿上婚纱 布上红毯的这条路 比以往的新婚伴侣还要坎坷 好不容易等到国内本土疫情趋缓 婚宴防疫规则松绑新人们不想再度延期婚事 纷纷抢快决定要在农历年前结婚 但厌课规模有缩小的趋势 非常地改 就想要赶快在今年完成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就会以拍婚纱的新人为主 那现在的话开始就会有一些 比较像是小型家宴 或者是说比较单纯仪式的新娘 之前我们的新娘可能 他会希望挑选比较蓬 然后比较长脱尾的白纱 那现在的话因为场地受限 所以他可能就会选比较合身 或者是比较好行动的白纱 婚纱业者指出五月疫情爆发后 新人纷纷延后或取消婚礼 他们只好被迫电休 直到近两个月终于能恢复正常 而北市知名的婚宴会馆 也是十月中旬 提前结束减班休息 下个月开始员工可以正常领全薪 减班休息期间婚宴会馆部分厨师 服务人员得想办法在外兼差 咬牙度过难关 最近总算可以送一口气 但也有不少订单取消了 就没再回来 有单一业者定席率不见起色 近期仍向劳动部通报上百 员工减班休息 最新消息来看到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专家投票赞成 5到11岁儿童接种辉瑞BNT疫苗 接下来就看FDA是否批准 如果给予紧急授权 全美国2800万名的幼童 11月就可以开打 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专家小组 26号针对5到11岁孩童 使用辉瑞BNT新冠病毒疫苗的建议 最终投票结果出炉 主席蒙托问的也正是对孩童最关键 最重要的安全性及有效性的科学数据 专家讨论的还包括可能发生与心脏 有关的潜在副作用 此前辉瑞针对儿童 进行大规模临床实验 发现使用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 防护力约百分之九十一 上周初步分析结果出炉后 FDA专家表示疫情之下 这样的防护力明显大于 可能出现的极为小副作用风险 不过有些专家表示不确定是否每个五到十一岁 孩童都需要打到两剂 因为说不定有些人早就感染过 疫苗可能变成多打的 专家投票赞成使用后FDA将在未来几天决定是否紧急授权 疫情以来美国五到十一岁孩童有近百人染疫病故 超过八千三百名儿童住院 其中三分之一需要重症监护 公事新闻黄玉玲编译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拒打新冠疫苗还散布了不实的防疫讯息 他二十一号脸书直播的时候竟然说打疫苗更容易会罹患艾滋病 遭到脸书删除 巴西总统波索纳洛处理新冠疫情荒腔走板作为 最近又新添了一桩 二十一号波索纳洛在眼书网页的例行直播煞有其事的 称手中的英国官方报告指完整接种新冠疫苗的民众 会比预期的更快罹患艾滋病 消息一出 巴西科学界和医界人士纷纷跳出来大骂荒谬 联署在二十四号晚间将这段影片从平台移除 波索纳洛之前散布的不实贴文 如煽动民众不必遵守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规范 过去就曾遭到联署删除 但这是头一次下架他的每周例行直播谈话 今年七月他追随美国前总统川普的脚步 在YouTube影片推荐奎宁以及抗寄生虫药 以为迅速 称是可以治愈新冠病毒的药物 也遭到字母控股公司移除 纽约市长白丝毫定定的市府群体员工 疫苗接种期限十月二十九号进入倒数第四天 以纽约市警局最大工会 纽约市警察慈善协会PBA 为首的好几百名示威者 浩浩荡荡地走上街头 一路从布鲁克林桥走到市政府大楼 表达他们反对强制施打的立场 为了奖励市府旗下员工加速接种 白丝毫还寄出五百美元的津贴 以及不从便必须强制修五薪价的惩罚 对此PBA向纽约市高等法院提起了诉讼 疫苗强制令实施以来 纽约市与州政府接连遭遇不少司法挑战 而多数的案件 法院都支持政府 有强制接种疫苗的权利 对于有离职员工爆料 指控脸书刻意放任仇恨语言和情绪 脸书执行长萨克伯格强力抨击负面批评 认为那些是有心人有计划的抹黑 萨克伯格还说 社会两极化对立 早就在他出生前就存在 和脸书没有任何的关系 近年来经常深陷各种丑闻的脸书公司 日前因为离职员工爆料 指控脸书放任仇恨言论 在社群平台散播 让社会陷入两极对立 无视有害年轻人的内容 引发各国的重视 近日前美国国会之后 英国国会也邀请爆料的吹哨人 脸书前任专案经理法兰西斯豪根 出席作证 豪根在作证中指出 基于广告点阅率 是客户付费的决定因素 脸书为了赚钱 放任仇恨言论 吸引使用者 这也合理解释了脸书近年来 在深陷丑闻的同时 营收与利润却不断成长 今年第三季的营收报告指出 广告收入在苹果iOS 修改隐私权政策下 仍旧超过两百八十亿美元 利润也达到一百零四亿美元 创下脸书的最高记录 显示投资人重视利润 完全无视负面讯息 造成的社会问题 也因此执行长萨克伯格 在发表营收报告的同时 态度强硬反控爆料的离职员工 说这些讯息都是有心人 刻意策划的抹黑 萨克伯格指出 社会两极分化 早在他出生前就存在 意思是脸书不需要对此负责 事实上 针对社会两极分化和所谓仇恨 脸书经常面对双重标准的质疑 例如民主党阵营指控川普 策动一月六号的国会山庄事件 因此脸书暂时封锁川普的账号 五月份又决定延长两年 另外像是台湾经常用来嘲讽 中国网友的四二六 支那等与会脸书都禁止使用 并视情况暂停使用者的账号 对比法兰西斯豪根的爆料 和萨克伯格的强硬态度 脸书未来如何自处 有待观察 公事新闻徐家人编译 南韩前总统卢泰宇昨天病逝 享受八十八岁 军人出身的卢泰宇参与军事政变 成为了南韩首任公开选举胜利的民选总统 他任内推行北方外交政策 和中国建交和台湾断交 卸任之后因为涉犯内乱罪 还有收贿罪而被判刑 也是第一位公开受审的南韩卸任总统 南韩前总统卢泰宇二十六号去世 享受八十八岁 外媒报导他从两千零二年开始 接受前列腺癌手术 多年来身体状况不佳 多次进出医院 最近情况恶化 更注尽家户病房 最终宣告不治 而院方证实死讯 但未堆死因做出说明 军人出身的卢泰宇曾经参与双蛇政变 之后则继任全斗换成为南韩第十三任总统 就任前南韩发生六月民主运动 一度引发大规模民主示威 卢泰宇允诺宪政同意总统直选 更在一九八八年赢得总统大选 成为南韩首位公开选举胜选的民选总统 日内还推行北方外交政策 陆续和东欧前苏联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更在日内宣布和中国建交 这是外界瞩目的是发生在一九九五年 卢泰宇被揭发筹集秘密资金 执政期间收受各方企业约五千亿 含援政治资金 更成为南韩首位在法庭公开受审的 卸任元首 只有责备以军事叛乱 内乱受贿等罪 判处二十二年六个月 有期徒刑 上诉后减刑为十七年 直到时任总统金勇三上任 才预议特赦 记者 传讯宁之间综合报道 日本皇室的真子公主 昨天和大学同学小试归 完成结婚登记 两个人并没有举办传统仪式 也不接受高额的脱离皇室补助金 真子贯夫姓成为了平民小试真子 现年三十岁的真子二十六号上午 离开皇室的住所秋小宫地 父亲闻人 母亲妻子与妹妹家子 在门口送别 真子一一向家人鞠躬致意 妹妹家子最后献上大拥抱 全家目送她搭车前往登记结婚 从此正式脱离皇室 冠上夫姓改名为小试真子 台湾时间二十六号下午一点 真子与夫婿小试归两人举行记者会 真子与大学同学小试归相恋 2017年就宣布订婚 却因为准婆婆的财务纠纷迟迟无法走入礼堂 小试赴美公读法律 这桩婚事饱受外界争议指点 直到结婚当天 还有反对者示威抗议 这次两人没有按照皇家传统举办 结婚相关仪式 是二战之后首件 也决定不接受高达一点五亿日元 约合台币三千七百多万的脱离皇室 补助金 真子与夫婿在记者会上 对不时留言造成困扰表示抱歉 有种感谢支持相挺的人 也重申共度人生的决心 宫内厅日前公布 真子因为婚事争议长期受到批评 被诊断罹患了复杂性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这次记者会原定采取口头问答行事 不过宫内厅说真子看到提问内容 含有可能让人误为事实的错误资讯 情绪大受冲击 因此改以书面回答提问 夫妇两人致辞之后就先行离去 未来真子与夫婿将占据涩谷区的短租公寓 之后一起前往美国工作定居 本日新闻是回忠斌 回到国内焦点来看到台铁四零八次太鲁阁列车 造成了四十九人死亡 还有两百多个人受伤 这一起重大事故案件 让包商李逸祥还有移工华文豪 第一时间就被羁押 华联地方法院昨天裁定 被告李逸祥新台币六十万元交保 华文豪停压责负 而检察官昨天也提出了抗购 台铁第四零八次太鲁阁列车重大事故案 被告李逸祥移工华文豪 在今年四月被羁押 并在七月二十一及九月二十一号 延长羁押 华联地方法院表示 相关证人都已经交互结问完毕 目前诉讼进度 确保后续审理等程序顺利进行 应该没有继续羁押的必要 参着两人经济能力犯罪情节 造成的法议侵害大小 分担犯罪实行角色地位等因素 裁定李逸祥六十万元交保 华文豪责负良性受责负人 两个人限制住居 限制出境出海八个月 华联地检署检察官 则在二十六号提出抗告 认为被告李逸祥 只是以六十万元的低额聚保金 替代积压 不足以担保 被告两个人 将来如实面对司法审判 以及刑罚的执行 而且与犯罪情节规模 以及所造成的损害不相当 不符比例原则 依法提起抗告 记者林心仪 谢正林 杀验其中建纲综合报道 这个月十四号发生的 高雄全中全大火 到昨天下午为止 已经募抽过了 二点六亿元的善款 高雄市政府宣布 停止专户募款 会全数用在受债户的身上 至于安置的问题 高雄市府指派社工要一对一 陪同看屋 租屋 也把每个月一万五的租金补住 从半年的期限延长到两年 走进小套房 黄小姐都摸摸细 看看浅室屋内的家具 都很符合需求 决定直接签约 她是城中城住户 火警时人在美农堵过一截 家却全烧毁 只能在外租屋 为了安置住户 市府派社工一对一陪同看屋租屋 也将每个月一万五千元的租金补住 从半年补住时间延长到两年 所以解决了短期的住宿问题 还是有住户想问大楼未来的规划 住户说不知道大楼何去何从何不安 毕竟家在那 有初步方向才能规划未来 所以大楼没确定方向 但城中城的善款已有规划的雏形 在高雄市社会救助金 专户管理会二十五号召开 今年第一次临时委员会议购 决议善款百分之百用在受灾居民身上 统计到二十六号下为止 有两亿六千多万的捐款金额 百分之七十六用在罹难者跟伤者的未住金 那百分之十四呢 是用在租屋一轻的补住 那百分之十呢 是用在紧急的旅馆安置 医疗费用 伤葬费用等罹难者 家属跟受灾者必要的一个协助 市府表示款项会照比例 用在罹难者伤者未住金 医疗费用 伤葬费用等必要协助 罹难者未住金规划每人四百万元 也将在二十六号停止 沉中城火灾事故案指定捐款 记者汪婷陈显坤高雄报道 台湾地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 大小地震不断 台东池上的大坡国小有一座溜滑梯 用肉眼就可以看见板块活动的证据 经过量测 比起十六年前 现在溜滑梯已经长高了五公分 坐落在国小校园的溜滑梯 看起来只是一般的邮据 却已经禁止使用二十年 因为它是可以让学生观察地壳变化的重要证明 地处于环太平洋地震带的台湾 大小地震不断 台东池上的大坡国小 就位在欧亚大陆和贝瑞宾海板块的交界区域 从溜滑梯的缝隙 就可以看出地壳活动频繁 研究人员在二十四号发生了全台有感地震之后测量 发现九十四年测量是抬高了二十四公分 经过十六年在量测又成长到现在的二十九公分 而中研院团队更生在二十多年前就在池上断层装设仪器 要了解这一盘区域的地表活动断层还有位移量测 地球科学家过去的资料里面就知道说 实际上断层是一个位移很快的 我们放了前面以后就是可以知道它每天是不是有位移 每年大概规律的都可以看到有大概两到三公分 干净的时候基本上地表前处是不动 雨季来临三四月的时候位移就突然间变快 在记录位移资讯之外 团队也发现断层靠近地表会有雨季滑移 干净锁定等现象可在研究断层带和地下水纹的关联性 而相关的研究和分析 未来更渴望应用在地震预警方面 为学术核灾防等领域带来更多帮助 记得张明哲 曹燕俊 庄志诚 台北台东报道 塔利班上台之后 阿富还面临到严峻的经济危机 除了国际资金遭到冻结 没有办法使用之位 气候变迁带来的干旱也冲击到了农村地区 导致粮食短缺 有父母被逼到左头无路 甚至是把女儿卖给别人当新娘 羊群站在几乎干涸的水坑喝水 周遭全是土石 没有植物 这里是阿富汗西北部的农村地区 最近因为严重干旱 旱田缺水灌溉 人类和牲畜也几乎无水可喝 干旱导致作物收成减少 粮食也跟着不够 农民未求温饱 不是把身材用的牲畜卖掉换食物 就是离开家乡 另谋出路 都没办法的话 只好卖孩子 法新社就报道 有父母被逼到走投无路 不得不把女儿卖给别人当新娘来养家活口 其实农村从去年就开始面临干旱问题 但不论前任政府或是现在掌权的塔利班都无能解决 事实上塔利班上台后情势变得更糟 因为国际资金遭冻结 让阿富汗原有的粮食短缺跟经济问题 更加雪上加霜 世界粮食进化署周一指出 两个月前阿富汗有140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短缺和走向饥饿的状态 现在人数已飙升到2280万人 超过全国一半人口 官员警告 如果不采取紧急措施 把阿富汗从崩溃边缘挽救回来 恐怕会有包括孩童在内的数百万人 死于饥饿 公事新闻徐万林编译 塔利班重新掌权之后 阿富汗妇女就被要求要圈不能够露脸露手的黑色罩袍 不过喀布尔有一家美容院不惧威胁 帮妇女做造型 化彩妆 浓密的长睫毛 五彩亮片的眼影 配上华丽的礼服和珍珠头饰 眼前这群正在喀布尔美容院忙着装扮的妇女 颠覆了一般人对阿富汗女性的影像 原来她们都是准备要参加婚宴的宾客 面对这么重要的日子 自然不能马虎 然而自8月中塔利班重新掌权后 女性就被要求穿着不能露脸露手的黑罩袍 美容院也收到官方来函必须关闭 而塔利班第一次统治期间 只要涂个指甲油 这可能被砍去手指头 塔利班所推行的严格伊斯兰教条 让所有阿富汗妇女活在恐惧中 但是苦心经营美容院的老板娘 至今仍在和体制对抗 希望保有这份工作 于是这个属于阿富汗妇女的小小天堂 将贴在门外的宣传海报涂白 门窗挂上厚重的窗帘 继续暗地里为希望保有服装自由的妇女服务 而进来的客人直接脱去了罩袍和头巾 也可以轻松自在地谈笑 一位设计师感慨地说 塔利班上台后很多妇女的笑容都消失了 而笑容却是一个女人美丽的重要秘诀 只不过这个能够让阿富汗妇女 展现笑颜的美容院 能够撑多久谁也没有答案 公事新闻继续明比译 顶级的日本和牛是许多掏客的最爱 现在日本的科学家利用3D列印技术 做出了研造和牛 除了可以精准控制牛肉的油花比例 研究团队也希望 可以解决气候变迁所带来的粮食危机 烤盘上的肉片滋滋作响 让人食指大动 日本和牛独特的味道和口感 被誉为是牛肉界的贵族 其中又以神户地区最有名 不过在日本 现在有科学家成功利用3D生物 列印技术 制造出人造和牛肉 研究团队先是从和牛的身上 截取了两种干细胞 在实验室培养出人造肉 接着利用3D列印技术 制作出肌肉 脂肪 还有血管纤维 最后经过人力去组合 一块块人造牛肉 就此诞生 研究团队称这项技术将有助于 未来进行肌肉移植 因为3D列印技术 可以精准控制复杂的肌肉结构 还能细微调整脂肪和肌肉的比例 也就是说可以克制化和牛的油花分布 大约需要三到四周 才能培育出一粒方公分的人造肉 因此还没有办法稳定供应 至于吃起来的口感和味道如何 不得而知 不过团队希望在五年内 让人造和牛可以在通路上贩售 当前全球暖化造成极端气候 恐让未来粮食短缺 而人造肉和植物肉 则有望成为气候变迁的一大解方 公事新闻本编译 我们一起来关心今天各地的天气预报资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来关心今天的空气品质指标 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公式早安新闻 我们明天再会 明天再会